大家好,我是大德 大家好,我是老坦 老坦千兩集,把戰場拉到了魯南戰役 這是發生在1946年年底到1947年元月10號左右 整編第26師和第一快速縱隊 兵敗漏之湖跟異縣 這集要繼續在山東戰場展開來說嗎? 魯南戰役,它又叫做異藻戰役 這個是一場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戰役 雖然說過去台灣沒有怎麼再說 不過我們可以從成城他在元月16日 就是1947年的元月16日 飛往徐州還有魯南這些地方去做視察 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有一定的重要性 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這邊進行緩查 然後了解到底是問題出在哪裡 最後給了蔣介石寫了一份報告 從這邊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魯南戰役給國民政府的衝擊有多麼的大 因為魯南戰役是這麼的重要 所以既然要說就要有始有終 我們前面只有說到了陋制服還有異縣 還沒有說到藻磚的陷落 那個時候為了要讓薛月無法調兵資源 劉伯承的禁忌如意的戰軍 在魯西南發動了金香魚台戰役 這是有台灣軍也就是國軍 整編第七十師他們參加的這場戰役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些綜合起來才會明白說 那個時候山東的戰場它的特殊性才能夠知道說 為什麼最後大局底定的徐半戰役也是在這一帶 我們找到了一個規律 就只要是老壇重視的 一定是三連發出好幾集 沒有好幾集 我們只是認為說南戰役是非常的重要 既然重要呢 雖然說前面兩集呢 整體的頂級情況不是那麼的好 可是呢 我們該做好做滿的 還是要把它給完成起來 其實我過去在看這些呢 也是孤立的來看 後來才知道說 彼此之間的連動性 也才比較能夠知道 降對於部隊的影響真的是非常的大 老台說的降 當然就指的是帶兵的降臨 我們也知道孫子兵法裡面有講到說 降者致信仁勇言 缺一不可 在這邊呢 其實他是如何產生這個影響的呢 陳成他去汝南這邊視察 他在前線呢 跟官兵交談 那後來整理了十點心得 那其中第一項呢 他就直接挑明的說 現在國軍的降臨 年紀都已經是中年了 都在45歲以上 那這個現象呢 跟北發初期的情況正好相反 以前作戰的時候 那種勇猛犧牲的精神 現在都已經看不到 他說年衰 異踏低能 企圖心不萬聖 到處都可以發現 那甚至還有貪污致富 未死戀戰 那相反的呢 共軍的高級指揮官呢 莫不年輕 也就是都很年輕 能夠吃苦耐勞 活躍在地線 他說這一層呢 似乎要有檢討的必要 陳成的話講得這麼重 難道是衝著這個馬力武在批評嗎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還有其他的將領 不過呢 陳成的觀察是有一定基礎的 我們不說術域這樣子的將領 像是我們前一集有提到的 何以祥 秦敬等等 其實那些都非常的年輕 那我們看陳成的建議 他還有提到 要選拔卓越的指揮官 給他們固定配屬幕僚 然後以當方面之任 平日必須要研究戰法 還有敵情 還有預想戰場的情勢 到時候才能夠按照情況 派他們作為戰場指揮官 指揮作戰 那如果戰況轉移呢 就可以隨時歸並撤回 陳成的這些觀察 好像都是針對將領 那他的這個建議 明顯是針對指揮官的能力不足 要做一些調整 即使呢這個不清楚 戰場的這個地理環境 進入別人的口袋 那你就是怨不得人 是 其實他也針對部隊 提了一些建議 其中有一樣是要調整裝備 劃分輕裝備師 還有重裝備師 加強團以下的火力 準備進入散地作戰 他說現在的部隊呢 有美蟹 還有國蟹之分 美蟹師呢 配備比較多的 帳房炮 火箭炮 火焰放射器啊等等 現在呢 因為美元的停止 已經無法再維持 所以呢 準備要救國蟹師的這些部隊呢 分為輕裝師 還有重裝師 那輕裝師呢 他們的部隊呢 要加強火力還有機動 步兵團要增加重機槍點 之中呢 要改用駝馬還有人力 準備進入到山區去作戰 另外呢 他還想說 我們也要這個分歧調整部隊的編制 把二四制 逐漸改為三三制 現在對於共軍呢 二四制的弱點 暴露無遺 像是二四制一個師呢 就只有兩個旅 四個團 師部還有兩個旅部呢 各控制一個團 四個團呢 已經去掉了三個團 所以前線在作戰的時候 常常只有一個團真正在戰鬥 我記得老團在說這個龍鳳大戰的時候 胡連打完 他就立刻自己動手 把這個編制改成三三制 等於說這個三三制呢 現在才獲得全面性的推行 陳審他還講 他去視察部隊的時候 發現到說現在能打戰 而且有戰鬥力比較強的部隊 不過十分之一二 所以呢 所有的軍事行動呢 都不得不往後的推遲 他說現在國力凋敝 只有在軍事預算制度內 要區分緩擊輕重 對於能夠作戰的部隊 要盡量的優先充實 對於不能夠作戰的部隊 要誘導他們自強奮起 甚至於說要視情況 加以整頓編併 能作戰的部隊 只有十分之一二 等於說呢 從1946年的6月 中共中原突圍開始 國軍在華北華東 已經損失了蠻多的精銳部隊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魯南戰役 這場戰役的損失 到底有多大 他除了讓華東野戰軍 開始有了重武器 許說最近公署主任薛月 他也註定了下台的命運 更重要的是 他直接間接的 又衍生出了萊塢戰役 國軍在山東 又損失了七萬大軍 如果說再加上 為了要支援魯南戰役 在魯西南連同開打的 金香魚台戰役 國府大概又損失了一萬多人 等於說呢 1947年的前兩個月 短短兩個月不到 國軍在山東 就至少折損了十二十三萬人 剛剛老團提到這個萊塢戰役 也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個李仙洲的那一場 是是是 陳陳給蔣介石的報告 提到說國軍要準備 進入到宜門山區去作戰 那接下來呢 國軍對共軍的山東首府 林椅展開了進攻 簡單的說 就是集中了三十萬的部隊 沿著交際鐵路 還有龍海鐵路 南北兩線 對向夾擊 要在林椅附近 跟華東野戰去主力做決戰 那結果呢 國軍在二月十五日 得了空城林椅 那接下來沒有幾天 竟然在三天之內 在萊塢附近損失了機械化的部隊 五萬多人 被蔣介石通批說 這個是我們革命軍的 全體軍人最大此路 萊塢戰役有之所以有名 主要是兼任山東省主席的 這位名將王耀武 曾經批評說 五萬多人啊 三天之內全部都被消滅光 就是放五萬頭豬 叫共軍抓 三天也抓不完 對 這一次的失敗呢 其實影響非常之大 因為他們結束了三個月不到 五大阻力之一的 整編第七十四師呢 就在山東莫良固附墨 那名將佔領府的制裁 莫良固戰役呢 被認為是國共內戰裡面的 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 嚴重的打擊了整體的士氣 從1947年開始 國軍在山東的軍事行動 幾乎都以失敗告終 差別在於大叔或是小叔 而這一切呢 又可以從元月一日 也就是1947年的元旦 整編二十六師師長馬力武 離開前線 跑去義縣看戲開始 魯南戰役一開始就沒有打好 盤盤都輸 我們還是回到魯南戰役本身好了 老談之前說了 漏之湖跟義縣的丟失 好像還有沒說完的部分 也就是 早莊 對對我們知道 漏之湖戰鬥呢 是在元月四日發生的 第一快速中隊 還有整編第二十六師呢 形容全軍覆沒 元月九日晚間呢 華東野戰軍呢 開始以議程為主的攻擊戰鬥 然後又重隊呢 在十一日撫曉呢 夺下了議程 身撫了馬力武 曹奕恆這些將領 那同一個時間點呢 左重隊的陶勇北上 發起了早川戰役 這個早川呢 他是一個攻桓城市 跟東北的四平街一樣 擁有比較多的這種兼顧建築物 至於守軍呢 是屬於東北軍系統的整編五十一師 施展是周玉英 雖然是雜牌軍 可是因為他們有一定的歷史 所以他的戰鬥力呢 比其他的雜牌軍要強得很多 再加上這邊呢 日本時代也有一些防禦公司 所以五十一師 他們在進出早川以後呢 也趕建了很多的地堡 使得核心陣地跟周邊的陣地 可以緊密的相連 也就是說呢 這就會讓共軍打得很不順手 對 在第八師的師長何以翔 他的回憶錄裡面有提到 他們一打下了異線 蘇伊就前來視察 蘇伊呢 他還在異線的南門 跟第八師的幹部 要他們現場具體說明了 怎麼樣子突破南門的這個戰鬥過程 那所以呢 何以翔那個時候 把突破當時的火力爆破 怎麼樣架梯子突擊 預備隊的結合運用 還有進到城內的這種向戰的過程 都對蘇伊說了一遍 蘇伊聽完了以後 立刻要第八師呢 把這些經驗呢 這個通報給共打早川的 華中野戰軍第一師 那另外呢 劉伯承知道了以後 也立刻來電 要這份總結報告 同時呢 也立刻轉發給 禁忌如意戰軍 共軍這樣看起來啊 是要不斷複製這個成功的經驗 那我們也蠻想知道 這個具體內容是什麼 第八師的政委 丁秋生他有提過 充分利用火力壓制 實施連續爆破 關係到能火突破的重要關鍵 他們呢 都挑選具有爆破經驗的戰鬥員 那同時呢 每一個炸藥包的藥量 要用在哪裡 統統都先做好了標誌 有了完整的信號 爆破隊呢 也有內部的協調 那第一組出發以後 第二組立刻跟進 第二組爆破 第三組又利用爆破的這種煙霧 迅速的跟進 那這樣子使得 整個爆破的過程 都沒有任何的間隙 至於衝鋒的時候 則是一個臉 在炮火的臉護下 向前推進 老談之前講到的濟南戰役 郵電大樓之戰 最後總攻的是這個 三中八十二十三團 好像也是有這種 利用這個戰術推進的 對 團展的是十一層 他有一本回憶錄是鐵衣寫 相信有些朋友應該都還有印象 他對於整個的過程 也有很詳細的描述 比如說他有提到 他們準備好的炸藥包 一共是十四包 小的三十斤 大的是七十斤 那為了要彌補兩包炸藥之間 大概有十幾秒的空隙 所以他們還佈置了幾具的火箭筒 進行地 進射擊 那在爆破之前 先打幾發的火箭彈 直接掩護爆破 送一包炸藥 再打一發火箭彈 至於第一位爆破員 他引爆炸藥包 回來之後 必須要交鐵環 第二包才能夠再送出去 雖然說看起來 這個爆破者是要回來交鐵環的 可是呢 對於我們現在朋友 大家想一想 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在這種槍林彈雨中 執行這個任務 風險是非常大的 國軍在戰鬥的部隊 好像其實也是這樣子的打法 有一位在山東打過的 五十四軍的老兵 王淳豐 就是這一位 王淳豐 他有一本回憶錄 叫做走過從前 說明普普 以前在翻的時候 覺得好像沒什麼 後來稍微看了一下 才覺得說裡面 有很多是沒有看過的說法 他說十三歲進去 做過的一次的攻劍演習 那他們那個臉是負責示範的 裡面也提到了一樣的打法 就是萬火啟發之後 進行波爛式的衝鋒 步兵一個班 分成三或四波衝鋒 那最後再投擲手榴彈 或炸藥包 來炸回碉堡公司 這本走過從前 他真的裡面有提到 所謂的第十篇 攻堅演習 裡面人有寫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詳盡 他是真的有提到說 是用這種方式去進行演習 對對 那我們其實知道說 大家都是不斷的在優化 那共軍呢 他在這個第一師 在攻擊藻莊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也有學習 這樣子的戰術 都有 可是第一師打藻莊打得很不順手 所以過了兩天 他要何以翔 他的第八師去支援 所以何以翔 他派了第23團過去 他說他先搭車出發 去看查地形 那那個時候正下子大雪 道路泥泥很不好走 快到藻莊的時候 看到前面有一輛吉普車 開得很不穩 一向子向左 一向子向右 不像是駕駛員開的 後來聽說 那一輛是 屬於他自己親自開車 去藻莊前線指揮作戰 難怪說 陳陳去徐州 魯南這些地方視察 誰給蔣介石的報告 第一項就是寫 共軍現在的將領 其實都蠻年輕的 可以吃苦耐勞 活躍在第一線 真的他不是隨便講講 可是其實我們也蠻好奇的 蘇玉他其實不算是基層幹部了 他幹嘛要自己去 這裡有兩個因素 第一點是藻莊很重要 這是一個產優質煤礦的城市 從清朝末年 李鴻站在這裡開始採礦 進口了國外的設備 所以成立了中心煤礦公司 所以我們看地圖就知道 這個煤礦因為特別優質 所以還有特別有鐵路 經過了藻莊 連接龍海鐵路跟金埔鐵路 陳陳他也講 國共內戰的重心呢 就是在金埔鐵路 還有龍海鐵路 這兩條鐵路的交叉地帶 他說這兩條鐵路是聯合海路 還有貫通中國 東西南北的兩大動脈 這兩條鐵路只要暢通 其他地方就算有戰事 也不足為患 如果這兩條大動脈 沒辦法掌握 那共軍可以進退至如 可攻可守 共軍呢對這一點也認識的非常的清楚 投入這方面的兵力也特別的多 有劉伯承的禁忌辱義野戰軍 還有華中野戰軍 山東野戰軍 總計大概有50萬之多 佔了全部共軍的一半 難怪喔 老團隊山東喔 讓我感覺到 他又會有一種特別的感受 因為第一師呢 打藻莊呢 這個損失慘重 所以何以翔他的回憶錄提到 他到了藻莊以後 看到的地線 這個整個突擊道路上面 留下的遺體 他說真的是非常之多 他說敵人的攻勢壕溝裡面 遺體呢一層又一層 竟然把兩米深的壕溝呢 都填了一大半 他看到的這個情景 才體會到什麼是前撲後計 我發現其實蠻多將領 或是說這個小兵的回憶錄裡面 對事後的描述 對戰場上的描述 會比當時實際公開上 報章雜誌上面的報導 會有更多的感觸 不過呢 我們也知道何以翔的第八師 他派了一個團去支援 有起到作用嗎 有立刻起到作用 因為19日下午呢 他們對藻莊呢 開始發起的攻擊 那在炮兵的掩護下 他們很快的 就炸出了五個的突破口 大部隊呢 迅速的攻進城內 20日下午兩點 結束了戰鬥 把中將師長的周玉英 給俘虏了 到了這個時候呢 魯南戰役呢 正式的結束 那國軍在這裡呢 又損失了 榴彈炮12門 還有一樣 很特別的是 鐵甲車一列 總計呢 整個魯南戰役 國軍損失了五萬兵力 其中包括了 第一快速中隊 整邊26師 整邊51師 那最重要的是 損失了105 榴彈炮呢 總共是48門 坦克24輛 汽車有將近500輛 華東野戰軍呢 也在這個基礎上面呢 成立了特種兵重隊 蘇伊在1947年的3月 已經在視察這些炮火演習 那這些火力呢 又為後來的 萊鶴戰役啊 孟良谷戰役 綠東戰役 濟南戰役 甚至於是 徐邦會戰打下的基礎 沒想到竟然這麼快 會打跟不會打 真的是差蠻多的 老台一開始前面也有提到說 誠誠說 能打的部隊 只有十分之一 二 其他的部隊都不太能打 我們看到將領 其實也是這樣 共軍的將領 年輕 國軍的將領呢 則好像是都中年以上 被誠誠誠誠誠 其實國軍也有年輕的後起之秀 像是我們之後 會做1947年年底的交通戰役 那其中呢 有一場是 來陽戰役 他守成的是團長胡玉璇 他打的就非常之好 我們之後會以他為主 專門替他做一擊 不過呢我們這集講的是 魯南戰役的完全偏好 所以還是要拉回到主戰場 我們這裡呢要講的是 跟魯南戰役一起發生的 在魯西南的金香魚台戰役 這個算是共犯效應的一部分 這一場呢 國軍在魯西南雖然也打輸 不過並沒有像魯南那樣子慘敗 多少也是跟將領有關係 老台說跟將領有關係 難道是有名將作證嗎 我們知道魯西南的金香魚台戰役 我們在七十軍的那一集 有稍微帶過 他們是在1946年年底 從台灣到上海 立刻搭火車到徐州 為了要支援華東野戰軍 劉波城的禁忌魯野戰軍 他們南下 12月31日 陳載道的第三重隊 第七重隊 包圍魯西南的巨野 第二天是1947年的元旦 一口氣就拿下巨野 同一個時間點 李德森的六仲也向金香進攻 不過沒有得手 那為了要確保金香呢 徐州最近公署主任薛月 他在元月二日晚間 下定翻先決的枕編第八十八師 配屬枕編第七十師的枕編第要事動旅 還有段林茂的枕編第五十七師的一個炮兵野 有魚台出發要去救金香 元月二日晚間 魯南戰役正式開打 原來魯西南已經先開始了元旦攻勢 對對 看起來就是要讓徐州衰暑無法在魯南全面用兵 現在我聽起來才知道說 1947年的228前後 為什麼台灣軍捲入了這個山東戰火 而且還是這麼重要的魯南戰役 其實是有直接的關聯 執政局以前出版過一本 金香解圍戰鬥 這本書很薄 外面其實很少看得到 它裡面提到說元月六日 翻先決的主力抵達了魚台 那個時候先頭部隊已經發現了 金香到魚台的公路 公路兩邊有20個團的共軍 埋伏在公路兩側 射著口袋 準備說等元軍深入以後 要有兩翼包圍見面 準備要來圍典打員 國軍遇到這種打法 好像我們以往聽到都很難脫身 對1月7日 潘先決他的元軍在魚台西北 金香東南這個地區 跟禁忌如意也戰軍交伙 那8日有兩個旅 被包圍在魚台西北部的一些村莊 那因為態勢不力 潘先決決定利用黑夜進行機動 主力向右旋轉 包圍共軍的左翼 來解金香之危 不怪是衡陽保衛戰出來的這個名將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的國軍將領 頂多就是固守代員 很少有這些將領 可以在這種情況下 還可以做出這種機動迴旋 我就只要把它拿回來的這種感覺 不過整編第14洞旅 也就是台灣軍整編第70師的14洞旅 他們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戰鬥經驗 再加上從亞熱帶 立刻拉到的冰天雪地的魯姓 完全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還沒有開打 已經失去了一半的戰鬥力 所以在一線失守的前一天 也就是元月9日 14洞旅的280團被攻破 損失殘重 至於台灣軍第14洞旅的279團 他們被方先前命令 由于台去救援第186團 那這個團被圍困在一個叫做 顧家團的小地方 雖然說距離于台 只有短短的3公里 在林金五的風火碎片 那本回憶錄也沒有提到 他們的打法 就如同在六戰裡的演習一樣 各班分成三個組 火力組、搜索組、破壞組 互相掩護、左排掩護、右排前進 右排掩護、左排前進 一波接著一波的向前推進 那等到天黑的時候 186團突圍而出 279團退回于台 他說他聽到 翻新決對團長稱讚說 他們這個影打得非常的好 可是實際上 他們已經傷完了一大半 同袍的屍體都來不及掩埋 撲傷的也沒辦法全部救回 那大陸方面 對台灣軍的評價又是如何呢 我們之前做過一集龍鳳大戰 打出名號的共軍將領武中 他那個時候參加金香魚台戰役 他在戰場上聽到的有一支軍隊 槍聲很不一樣 火力組織好像很有這麼一回事 就是覺得攻擊精神比較差 好像沒有打過仗 到了下午3點的時候 他覺得說這支部隊的攻擊力 就已經沒盡了 於是武中他不等天黑 直接發動攻擊 搏捉了幾個人 那後來才知道說 這些全部都是腰師洞女 280團第三營的葫蘆 看他們的步槍都是99師 重機是920 還配備了瞄準鏡還有高射專制 無中才搞清楚 原來打得準 全部都是因為裝備不錯 等於說是台灣軍 在大陸正面戰場上面的第一戰 對 林金虎講 他們後來這個金香之偉結了 可是他們這個團 依然配處在整巴斯巴斯 在魯西南一帶繼續的清剿 這個漂浮不定的土共 連續六個月之久 在地方上 對付這遊擊隊友是十分辛苦的 接下來呢 就是山東的萊姆戰役 孟良谷戰役 緊接著就是魯西南戰役 也就是1947年的6月 劉頓的部隊呢 渡過防河 台灣軍呢 在魯西南正式的附墓 那這個時候還是方先決嗎 總感覺我們這個抗戰名將 在國共戰場上存在感超低的 而且他好像是少數 至少有能力 不會被圍堅的降臨 魯南戰役呢 包括魯西南的金香魚台戰役呢 他還沒有完全落幕的時候 層層在元月16日 就來到了徐州 魯南的最前線 那象征徐州 最近公署薛悦 即將要下台 那戰後呢 薛悦背負了魯南用兵 不大的責任 至於方先決 那個時候 其實他在衡養保衛戰 因為援兵此時沒有到來 那後來的決局我們知道 所以他也跟薛悦 似乎有點不是那麼的合 這次在魯西南呢 他的枕邊第八十八師 枕二十一縷 一開始就被抽走 為了要救援金香呢 薛悦又臨時搭配了給他 從台灣剛過來的枕七十四的 夭視洞裡 讓方先決覺得說 薛悦故意枕他 這個是我們的猜想 總之呢兩個人後來鬧得很不愉快 甚至還鬧鬧的南京 行統算算都離開了徐州 這一期呢 是我們魯南戰役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老壇呢 是用城城去當救援投手 來當騎手士 結尾呢 國軍稍微能攻能守的將領 也被換掉了 其實呢我們看國共內戰 兩邊的過招 最精彩的莫過於是山東魯南 魯西南這一帶 從1946年6月 中共的中原土偉開始 戰爭徹底的外衣 在9月的時候發生了定陶戰役 打過橫陽的整面第三師 兵敗魯西南的定陶 薛悦呢 當救援投手 坐鎮徐州 接下來雙方一路的長鬥 等到1947年元月的魯南戰役結束 薛悦下台 國軍又接連吃了幾個敗仗 一直到了1947年的年底 郊東戰役的時候 國軍才似乎又有一線生機 魯南之戰的三部曲 在薛悦調離徐州綏靖公署之後 畫下句點 老團這一集呢 透過層層的檢討報告 從這樣的角度來覆盤 戰場的形勢變化 國共之間的異統 其實也反映出雙方實力的天平 不僅在武器裝備上面有所傾斜 在領軍對陣的主觀上面 也出現了明顯的不同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談兵一讀五新聞歷史的會流處 軍事式故事的主戰場 直取一瓢瓶 結合軍事歷史跟人文的節目 除了你呢 可以在YouTube上面給我們觀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跟我們留言交流 另外呢 你也可以用Podcast收聽 歡迎大家到ApplePodcast 上面給我們留言跟五塊錢的評價 再次謝謝老團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